一行人走过那巨人 这巨人始终在低吼 可墓中却渐渐露出恐惧 让他恐惧的不是那三十三位天骄 而是孟昊 他在孟昊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煞气 这煞气外人察觉不是很明显 可只要是修为到了一定程度 都可以察觉出来 这是斩杀过至尊的煞气 你杀过至尊 当孟昊带着众人来到了 这第一片大地的中心石碑 来到了下方的裂缝边缘时 他的身后传来了那巨人模糊的声音 嗯 杀了一个 奴役了一个 敌报了一个 你修为距离至尊差很远 可以放心 我不杀你 孟昊淡淡开口 脉步间踏入裂缝内 他身后众人听着孟昊的话语 一个个面面相聚 赶紧跟随进去 李玲儿神色古怪 陈凡哑然一笑 王有才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没有说话 他们都听出了孟昊这话语内 浓浓浓的装弹气息 而那全身铁链的巨人 此刻真的被吓到了 倒吸口气 神色骇然 他简单的思绪里 没有耳鱼我诈 他感受到了孟昊身上的煞气 又听到了孟昊的话语 此刻身体哆嗦了一下 赶紧低下头 这三十三地内被封印的魂 一个个都很奸诈 而那些被镇压在这里的异兽 性格应该是不一的 可不论如何 直接一路碾压过去 用修为 用话语 去将他们震慑 这样 会方便我们来收服 孟昊走入大地裂缝 缓缓开口 他身后众人大都若有所思 唯独了解孟昊的几人 神色更为古怪 干咳几声 没有说话 说的简单一些 就是吓唬他们 孟昊又强调了一句 带着众人走入地宫 一路按照记忆 急速前行 走过一处处边缘的地底 空旷大殿时 才斜眼一扫 看到了这里依旧保持整洁 很干净 可他身后的那些人 却是一个个睁大了眼 每次走过一座地宫 他们都看到墙壁破损 地面好似曾经被撬过 地砖都没了 壁画也没了 还有四周很多地方都残留着被扫荡过的痕迹 如狗啃过一样 阵阵吸气声从这些天骄的口中传出 不好 这里曾经有人来过 这 这也太凶残了 这明显是来了后 挖地三尺一样 把所有的东西都弄走了 居然连地砖都不放过 该死的 莫非是叶族 这些天骄全部心神震动 就连李灵儿等人也都被这一幕所震惊 唯独陈凡迟疑了一下 看了看孟昊的背影 孟昊走在前方 身后众人传来的话语 让他觉得有些尴尬 干咳一声 没有去解释 加快了脚步 一路带着众人 在不断的吸气声中 他们来到了中心的地宫大殿 也就是封印了贪狼的地方 刚一到这里 四周的那些天骄纷纷在此哗然 这一处地宫是最大的 可也是被扫荡的最严重的 除了中间区域外 四周所有都干干净净 太过分了 寸草不留 该死的 这一定是一座 那些天骄纷纷愤怒 正彼此义愤填膺时 忽然的 在这大殿中心处 那团浑火猛然间闪耀 其内似有面孔扭曲的出现 发出了怒吼 该死的是你 你又来了 你要干什么 你骗走了老夫那么多的生命本源 你挖走了老夫地宫内所有的陪葬品 就连地砖 就连壁画 你这该死的家伙都不放过 你还要干什么 梦浩 那浑火内传出 痛心疾首的咆哮 这咆哮回荡地宫 梦浩 身后身后的众人此刻一个个倒吸口气 呆呆地看着梦浩 仿佛是首次认识一样 每个人的神色都古怪起来 他们之前走过一处处区域 对于那连地砖都要撬走的家伙 很是愤怒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居然是梦浩 这 这 少主大人果然为我 众人都在苦笑 看向梦浩时也都更为古怪 隐隐间 梦浩之前树立的形象 似乎有些坍塌 梦浩也郁闷 皱起眉头 冷横一声 走到了那团浑火面前 刚一靠近 这团浑火就发出尖叫 别过来 该死的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别过来啊 你比当年的那个煞星还要无耻 这团浑火 我当年吸收过 已不完整 留给你们也没用 梦浩说着 右手突然抬起 不管那浑火内的面孔 如何尖叫 一把抓住 狠狠一拽 轰的一声 这魂火就被梦浩直接抓在了手中 随着拽出四周的封印柱子 全部坍塌 梦浩 梦浩右手狠狠一捏 立刻这魂火在他的手心内散去 被他吸收到了体内 进行封印 随后干咳一声 有些迟疑 但想了想 还是没有理会身后的众人 取出飞剑 当着身后众人的面 开始撬这里所剩不多的地砖 在那些天骄的木凳口呆下 梦浩极为熟练的 用最短的时间 将这里的一切全部挖出 就连那碎裂的柱子 也都被他收集 这才拍了拍衣袖 右脚一踏 地面碎裂 出现了一道裂缝 走吧 去第二地 梦浩一步走入其内 他身后那些天骄 一个个相互看了看 梦浩的举动颠覆了他们的思绪 此刻迟疑了一下 都陆续跟随 第二地内 他们再次看到了梦浩的霸气 感受到梦某身上的煞气了吗 告诉你 梦某杀过一个至尊 奴役过一位至尊 还逼报过一位 第二地内 有一个全身如火焰般的异兽 正在颤抖 梦浩的声音带着霸气 加上他的威牙 加上他的煞气 使得那异兽心惊胆颤 而后在第二地的地宫内 这些天骄又见证了梦浩的搜刮 如狂风横扫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这是习惯 这是本性 改不掉 来来来 我们抓紧时间 你们来帮忙 都给我挖出来搬走 梦浩觉得自己一个人有些慢 索性招呼那些天骄过来帮助 陈凡哈哈一笑上前帮忙 李灵儿眼口 既阴面色阴沉 网友才更是嘴角持续地抽动 其他天骄也都面面相聚 可此事不能拒绝 只能一个个动起手来 这些事情是他们这一辈子都没做过的 此刻都在心底叹息 隐隐觉得梦浩之所以能如此强悍 或许此事也是原因之一 一路搜刮 一路到了第二地的地宫 这里的浑火比贪狼那里强悍很多 几乎梦浩等人刚一踏入 立刻就有威压轰然爆发 梦浩冷横一声 修为一样崛起 身体向前一步走出时 猛然镇压下去 以梦浩如今的修为 配合山海力的加持 再有这地宫内的禁止相助 镇压这些魂 没有意外 很快的那浑火内就传出咆哮 可却无法散出丝毫威慑 在这里 三十三位天骄中留下了一人 去吸收与接收来自 这浑火内的强者的造化 如果失败 他将死亡 如果成功 则修为立刻突飞猛进 如还能选择牺牲受援 那么一甲子的生命内 将超越道尊 成为主宰 留下了一人后 梦浩走入第三地 第四地 第五地 一路走去 都是遇到义寿梦浩 就气势散开 直接开口自己杀过至尊 奴役过至尊 逼报过至尊 他身后的那些天骄 从开始的木凳口呆 渐渐习以为常了 最后都麻木了 似乎就连来到三十三地的紧张感 都被散去了太多太多 而后 又跟随着梦浩 看到他一次又一次镇压那些浑火 留下一个又一个天骄去吸收 这一路走去变得极为轻松 到了最后 甚至梦浩都不用开口了 他只需煞气一散 立刻他身边的那些天骄 就立刻帮他说话 杀过至尊 奴役过至尊 逼报过至尊 你怕不怕 赶紧滚开 甚至那一处处地宫内 梦浩也都不需要再去安排人手 帮助搜刮 这些天骄从开始的陌生 很快就变得熟悉 到了最后 甚至举一反三 一些梦浩没有察觉的地方 都被他们找到挖走 让梦浩很是赞叹 就这样 原本一群带着压抑 带着决心来临的众人 渐渐的没有了压抑 在这三十三地 如同郊游一样 第七地 第八地 第九地 梦浩身边的天骄越来越少 每一团混火钱 都被留下了一人 每一个被留下者 都笑着与梦浩等人告别 只是在那笑容的后面 隐藏的是坚定与果断 少主 我就留在这里了 祝少主在后面搜刮的越来越多 祝诸位道友 能顺利获得造化 这样的告别之声 每一地内都会出现一次 时间流逝 第十五地 十六地 十七地 直至三十一地 三十二地 还有三十三地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当孟浩走到三十三地时 他的身后 也没有了任何天骄 在之前的那些混火钱 一些特别强悍的魂外 一个天骄往往不可能独自获得 需要多人一起 所以到了这三十三地后 就只有孟浩一个人了 这三十三地 在这片虚无裂缝的最下方 几乎刚一踏入 孟浩就看到了 在这里的大地上 有一个男子 正默默地坐在一处山峰上 那男子穿着一套青色的长衫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 充满了清冷 他在这里的似乎不是本体 只是一个分身 他的面前有一壶酒 食而拿起 喝下一口 而在他的前方 山下是一处庞大的盆地 那里一片空旷 什么都没有 孟浩刚一降临 立刻就双眼一闪 目光扫过大地后 落在了山峰上的青山男子的身上 他感受到这里与其他三十二地不同 这里没有地宫 没有异兽 没有魂魄 甚至都没有封印与禁制 仿佛九封至尊在这里 没有留下丝毫禁锢的手段 而那在山顶的青山男子 给孟浩的感觉 也很是奇异 他一眼看出 对方只是分身 不是本尊 可偏偏这分身的修为 模糊不清 前一夕 给人的感觉 如怒海浪涛 下一瞬 又仿佛平静 不起丝毫波澜 你终于来了 本君在这里等你 等了很久很久 青山青年 抬起头 看下孟浩 目中带着沧桑 孟浩双眼一闪 宁神仔细地看了一眼 那青山青年 没有说话 迈不间一步走来 落在了山峰上 我等你已经很久 久远到 本君已忘记了具体的时间 只是依稀记得 曾经与一个人赌斗 若输了 便答应那个人一件事情 在这里等人到来 传授给他 一道禁法 这青山男子 南南滴雨 声音回荡时 孟浩目中 露出精芒 阁下是 忘记了 本君不是本体 只是 一缕分身 忘记了名字 只记得 那里 青山青年 摇头 右手 抬起 一纸 山下的 盆地 孟浩看去 那里只是一片空旷的盆地 没有其他 看不到吗 不奇怪 这道禁法 有很多名字 曾经那个人告诉我 他也会施展 类似的禁法 却没有我施展的更贴近本源 而他猜测 若干年后 他的传承者中 应该也有人会根据他的第一禁 将这种禁法 推敲出来 可因此禁的诡异 所以 不大可能会流传世间 所以他希望我在这里 等一个人到来 将我的禁法 传授给这个人 多少年来 你是第一个到来的 我要等的 想来 也正是你了 这青山青年 微微一笑 看着孟浩 目中平静 来 到我这来 孟浩沉默 仔细地看了看 眼前这青山青年 淡淡一笑 没有畏惧 没有抵抗 从容迈步走来 那青山青年 目中露出赞赏 直至孟浩走到了 他的近前后 青年开口 现在 你再去看 孟浩文言 看向了山下的盆地 可这一次 他在看去的瞬间 孟浩整个人双眼 猛地爆出光芒 他看到 那原本空旷的盆地 此刻居然出现了一座城池 如同一个国家 其内有皇宫 有贵族 有平民 整个城池内居住的人数 足有十多万人 可这还不是让孟浩震惊的 他震惊的是这十多万人 尽管老少不一 尽管有男有女 可上至皇帝规则 下至平民百姓 每一个人的身上 散出的都是一样的气息 这气息正是青山男子的气息 这种感觉 若是换了其他修饰 或许看不出太深的究竟 可孟浩这里 却是在看去的刹那 他除无袋内的风妖鼓欲 散出强烈的震动 隐隐的 他看出了那十多万人 赫然都是分身 都是这青山青年的分身 孟浩深吸口气 他看着城池内的一切 皇帝在看着奏折 妃子在相互攻斗 大臣在各自享乐 无数平民正在与家人欢笑 街头上熙熙攘攘 叫麦声吆喝声 怒斥声欢笑声 种种声音凝聚成一片 让人看去时 如同看到的是真正的城池 无法想象 这里的所有实际上 只是一个人的无数分身 组成的世界 me 你 我 我 开门